沙巴东海岸拿赌古澳区的马西纳山谷 突如其来的山洪导致一群17人的登山客被水流冲走 两人受伤 目前失踪的6人中已经有3人的遗体被巡获 剩下的3人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拿赌消整局长迅苏瓦拉西接受第三电视台电话访问时就透露 当局是在昨天晚上8点28分 接获有登山客被困在马西纳山谷的投报 夜行员是在河流徒步期间碰上了闪电水灾而受困 救援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救起11人 其中2人受伤但有6人失踪 由于夜间黑暗出于安全考量 当局被迫在凌晨1点40分暂停搜索 直到今天早上6点才重启行动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剩下的失踪者 期到2013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